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关于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症 听起来蛮可怕的 那我想很多人应该也都不陌生 因为其实前阵子有大力的宣导 要施打这样子相关的一些疫苗等等 那等一下呢 护理长会来跟大家好好地再详细地来聊一下 那当然一开始还是要先请护理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症 好的 谢谢主播 那各位观众大家好 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肺炎链球菌感染症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肺炎链球菌 而造成的一个肺炎感染 对 那它感染之后呢 因为它的后果有时候会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需要来提到这个部分 对 那因为它其实哦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季节的关系 那因为它其实它好怕季节 大概就是在冬末春初的时候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准备要来去做我们的一个预防策略 冬末春初所以差不多也要来了对不对 对 好 那等一下护理长会来教大家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能够尽量不要让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上升 那刚刚我们了解了这个 大概在冬末春初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耗发的季节 那这个疾病的流行率高不高呢 耗发率高不高 基本上因为它主要的侵犯族群是在老人跟小朋友 对 那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小孩 然后还有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统计资料里面 大概每十万人口我们大概占八到九个人 对 所以其实它的发生率并不是那么的高 对 但是有可能 但是它如果被感染的话 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死亡率会比较高一点 对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些比较特殊的族群 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族群里面要特别注意 好 您刚刚有讲到几岁到几岁是比较容易有这样子正中的族群 OK 我们通常就是小于五岁以下的幼儿 对 婴幼儿 然后还有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 小于五岁以下的 然后跟六十五岁以上的 这两个区段的族群 大概是比较容易 有可能会感染到肺炎链球菌症候群这样子的族群 那它的传染途径呢 因为您刚刚讲的这些人 其实他搞不好可能出门的几率不是那么的高 那又是容易被传染的 所以它的这个传染途径是什么呢 是 那基本上呢 它的传染途径就是 它是一个直接接触我们口鼻分泌物的一个方式 然后就是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小朋友他们可能的卫生习惯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所以他们可能打喷嚏啊 可能用手沿了口鼻之后又再去到处多摸西摸 或者是再摸其他小朋友 那也有可能呢 就是就是我们老人家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可能自己有感染了 因为它其实会在 这个细菌会在我们的鼻咽里面 带缘一段的时间 对 所以也有可能借有这个机会 会把它传染给我们的家人 我想说没关系 没关系 然后结果呢 一个不小心就已经潜伏在身体里面 这也蛮危险的 那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好 那基本上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是借我们的鼻咽分泌物 那它会侵犯到我们的上呼吸道 那如果在肺部的话呢 我们常见的就是咳嗽啊 然后或者是气喘 呼吸困难 呼吸过速等等 会有些这些症状 那在全身性的表现来看的话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发烧 对 那如果说 再严重一点呢 这个细菌就是在我们呼吸道感染之后 再顺着我们的血液 跑到我们的脑部 或者是跑到我们的全身性的话 在脑部可能就会有引发 脑木炎的一个状况 那常见就是可能会有抽搐 点症发作等等的 这些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 那在全身性的话呢 大概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发烧 对 那甚至再严重一点 就会造成菌血症 然后再造成败血症 对 所以我们刚刚会提到说 它的死亡率其实是 蛮值得我们注意的部分 好 可是咳嗽啊 发烧啊等等这样的症状 其实跟感冒还蛮像的 那一般的民众是不是 很容易会误判 然后自己乱买医药 呃 成药来吃 对 没错 所以哦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 呃 希望大家就是在 呃 如果当你有这些症状 出现的时候呢 能够及早就医 那因为呢 它其实有 适当的药物可以做治疗 对 那如果说我们 呃 能够及早就医 那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找到问题 那对症下药 其实呢 在现在的医学的发达哦 我们其实在有效的抗生素投语之后 24小时内它其实就不会有传染力了 哦 24小时只要这个适当的服药的话 传染力就会大幅的降低 是 好 那当然呃 最好还是不要有这样的症状 然后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怎么样来预防会是比较恰当的 是 对 那所以呢呃 呃 我们刚刚有提到哦 其实呃 这个疾病看起来好像很恐怖 对 但是其实呢 它是有一个预防方法的 那因为这个疫苗已经非常的成熟 那所以呢 我们目前哦 在小朋友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提到 我们的高危险群一个是5岁以下的幼儿 所以其实在公费疫苗的部分 已经列入婴幼儿的常规接种了 所以我们在两岁以前都会把这个疫苗给打完 那接下来就是65岁以上的成人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是针对75岁以上的老人呢 我们是有公费的一个补助 嗯 对 那其他的就是在我们的 呃 一般健康的成年人的这个这个区段 我们大概就是用自费的一个方式 然后可以来去做自费接种 好 所以这个疫苗也是跟流感疫苗一样 要每年都打一次吗 还是打一次就OK了 哦 我们刚刚有提到 刚刚没有提到在 就是我们的疫苗 它其实流感 肺炎烈球菌的疫苗有分两种 对 那一种就是PCV13架 那另外一种是 因为他们的疫苗做法不太一样 对 那里面的成分也不太一样 那在PCV13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每年要接种一次 对 那如果是PPV23的部分的话 是五年接种一次 哦 五年接种一次 对 那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再打 是 对 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我今年打了PVC PCV13架跟另外23架的 我是不是能够每年都打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要到医院去 那请教医师他的专业的判断 对 然后来去给我们一个专业的意见 好 那如果说需要到医院来 跟医生讨论的话 这应该是挂哪一科比较好啊 基本上这个部分呢 加一科 通常我们都通常会是到加一科 那或者是感染科也是可以 好 那很谢谢我们副理长 能够特别来到我们现场 根据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序 帮我们挑选了有关于肺炎炼 囚菌感染症这样的议题 跟大家来分享 那也希望呢 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 应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还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让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再次谢谢护理长 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 就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 更多的医疗讯息 我们下次见